我是杨晓 是一个城市园林人 期待通过双手 让福州市民在干净水泥的城市里 不仅能散绿还能享绿 感受绿叶暗篮的生机和美好 十多年前 总听到身边的朋友抱怨 福州太小了 可以逛的公园太少了 似乎只有西湖 左海和古商 没有更多的选择 其实福州派一家文海 拥有山水资源太多了 近年来立足山水资源丰富的特点 福州大力实施绿化工程 推动新一轮城市品质提升 全市累计建设各类小公园 一千四百多个 生态公园 主题公园 家门口的公园 口袋式的公园 大大小小遍布福州的山间 水岸 大街小巷 福州也因此获得了千元之层的美誉 现在我们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达14.82平方米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 约95% 三清暗绿 出门渐圆 行路渐阴 永福之州 生机勃勃 2021年4月 福州市入选 中国十大美好生活城市 三板十大大美支撑板单 福州更绿了 更美了 市民更幸福了 人与自然融合的城市环境 大大提升了城市品味和知名度 现在福州正加快建设 桑青 水绣 城美的现代化国际城市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福州将成为一座公园城市 桑青 水绿 合唱 景美 永福之州 更加美丽 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